夏天到了,人们喝进肚子里的碳酸饮料一下变多了 因为打一个二氧化碳格带出的热气让我们感觉很舒服 但是网上也流传着很多碳酸饮料的禁忌和谣言 这期科技参考我就重重选出一些为你解读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谣言就是碳酸饮料腐蚀性强,可以溶解一条鱼 其实如果真的能溶解一条鱼的话 那我们一整个夏天喝下的可乐都够溶解我们自身好几次了 实际上这个谣言和小学科学课上的一些实验有关 在那些实验里,老师教同学们认识液体的酸碱性的时候 会让同学们回家用可乐或者醋泡鱼刺或者鸡蛋壳 把半个鸡蛋壳泡在一大罐可乐里几天后再拿出来 鸡蛋壳确实会软啪啪的 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可乐的量很大 即便里面的碳酸是酸性很弱的 但是在氢离子足够多的时候 也还是可以把鸡蛋壳表面一层钙腐蚀掉 而且鸡蛋壳或者鱼刺变软就足够让孩子们理解酸的腐蚀性了 而变软这个变化需要的氢离子的量 还真的只需要把鸡蛋壳放在一大罐可乐里泡几天就可以了 于是很多人也自然会担心 毕竟有些是可乐如命的人 每天真的能喝下一瓶2.5升桩的可乐 那里面的氢离子一并喝下肚子不也足够多吗 腐蚀性的伤害一样大 其实不是 我们身体会通过排汗排尿代谢掉过量的氢离子 也会通过其他的物质中和掉氢离子 人体血液的PH值会一直维持在7.35到7.45之间 这是一个狭窄且稳定的范围 稳定到什么程度呢 一旦低于7.35或者高于7.45 人就会处于酸中毒或减中毒的状态 这个时候身体大部分细胞的工作都是异常的 如果持续几个小时以上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而喝下去的可乐里的氢离子的量 和人体本来就处于上下浮动的氢离子的量相比 是不值一提的 这里人体本来就有的氢离子 自然主要指的就是胃酸了 我们可以算一算 成年人每天可以分泌1.5升到2升的胃酸 这和吃了东西的种类和多少密切相关 假设胃液的PH值按1.0算 那么对应的氢离子就是0.15到0.2摩尔 而可乐的PH值是3 一天喝下两升的可乐相当于0.002摩尔的氢离子 把胃酸考虑进来 就相当于多摄入了1.3%的氢离子 这个压力并不大 每天因为饮食不同 导致胃酸分泌量的变化幅度 就几十倍于因为喝可乐而多摄入的氢离子了 第二个要说的谣言就是 碳酸饮料会导致钙流失 这个说法可以算是第一条的衍生 但要注意的是到底会不会导致钙的流失 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 因为在喝完碳酸饮料之后 人体为了维持血液的PH值 是要动用身体钙储备的 那就是骨骼跟牙齿中的钙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 一个人就算一点碳酸饮料也不喝 他日常的饮食里也一样需要动用钙储备 去维持血液的PH值出在正常范围 因为我们吃的食物里也有各种有机酸 无机酸 所以我们身体里的钙一直是动态的 每天消耗一部分来应对食物消化后 产生的酸和可乐里的酸 同时也有一些钙被填充在骨骼中 然后多余的排出 而相比于食物中的酸 可乐里的酸并没有达到 对人体有危害的程度 否则所有的碳酸饮料就都不允许售卖了 但是仍然有些统计研究 发现了一些不良的效果 比如说哈佛大学统计了 长期饮用可乐的年轻女性 和没有喝可乐习惯的年轻女性 结果发现 她们在运动中发生骨折的概率就不一样 前者高了五倍 其实碳酸饮料对钙的影响 还有更复杂的机制 那就是磷元素对钙吸收的影响 如果你留意过碳酸饮料的配料表就知道 那里面添加了磷酸 比如说可口可乐里的酸味 其实就是磷酸贡献的 而磷会通过一套复杂的机制 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 当血液症的钙和磷为2比1的时候 很有利于钙的吸收 而磷也不能太高了 比如说钙比磷到了1比20的时候 人体就已经很难吸收其中的钙了 所以争议也在于 有些人是喝了适量的可乐 虽然直接消耗了一小部分钙的储备 来维持PH值的平衡 但也正因为磷的量也很合适 结果它那天吸收钙的效率特别高 多吸收的部分 比用来维持PH值平衡 而消耗的部分还要多呢 所以一正一负的加合效果是正的偏多 所以总的效果反而是补钙了 那么到底喝多少可乐 才会导致零过量呢 多到连钙的吸收都受阻了呢 中国营养协会的建议 成年人每日磷的摄入量是1000毫克 超过3500毫克就有害了 而一听330毫升的可乐含磷是13毫克 一个人一天喝四听可乐 最多也就多摄入52毫克的磷 尽管我们在日常饮食中也会摄入磷 但不管怎么样 52相比于1000或者3500 都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值 所以只要不是病态性的狂饮 是不会在磷钙笔上出问题的 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 喝完了碳酸饮料要赶紧刷牙 去除碳酸在牙齿上的残留 这个说法一般是这样表述的 碳酸饮料对人体基本是没有害处的 但除了一个地方 那就是牙齿 所以喝完了可乐要赶紧刷牙 坦白的说 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 因为牙科门诊会遇到一些典型的病人 他们都是20岁出头满口的烂牙 主要问题是牙罐的缺损 尤其是门牙受损的格外严重 只要见到这种情况 有经验的牙医就会先问他们 是不是平时把可乐当水喝了 医生们把这种问题统称为可乐牙 因为碳酸确实可以腐蚀牙齿的最外层牙幼质 牙幼质的主要成分是枪肌磷灰石 当牙齿表面的PH值低于5.5的时候 就可以被溶解 而碳酸饮料的PH值通常在3左右 所以把可乐当水喝的时候 免不了在喝下碳酸水的时候 让PH值只有3的液体冲刷牙齿表面 由于牙幼质自从牙生长出来之后 就不会再生了 所以别看每次喝可能只会腐蚀一点点 但是积累10年 就足以导致那层牙幼质出现漏洞 真到了那天就只能补牙 或者用一些修复体来弥补了 到了这儿 这个说法还都是对的 但错就错在 喝完碳酸饮料之后不能赶紧刷牙 而是应该过一段时间 比如说40分钟一个小时之后再刷 因为微量的酸最初的效果 是让牙幼质变软 这个时候它们并没有开始脱落 如果喝完了之后 一个小时里没有刷牙 在唾液的中和作用下 那些变软的腔肌磷灰时 还会重新在原来的位置固定住 如果喝完了之后 马上就去刷牙 那些刚刚变软 但还有足够附着力的牙幼质 就真的彻底脱落下来了 以上呢 就是碳酸饮料对牙齿的坏处 和喝完了碳酸饮料 不要马上刷牙的原因 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也能明白 其实不只是碳酸饮料了 像酸橙 柠檬 吃完以后 也和喝了碳酸饮料 有类似的效果 一样不要马上刷牙 顶多去疏疏口 把残渣吐出去 为了减少碳酸饮料 对牙齿的伤害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使用吸管 当可乐流到嘴里的第一时刻 就已经越过了牙齿的位置 直接流到了嗓子眼 不和牙齿直接接触 自然就不会腐蚀上面的牙幼质 只是今天 很少有人在家里 备了足够多的吸管 从目前的科学证据来看 碳酸饮料对人的伤害 真正能算数的只有两条 一条是对牙齿的伤害 一条是里面添加的 油离糖损害健康 如果你确实对它很有瘾 那么只要注意 喝的时候用吸管 选饮料的时候 选那些完全无糖 甚至也没有甜味剂的碳酸饮料 比如说屈尘式的 或者相牌的 那样就能把风险 降低到接近于零的程度了 感谢观看